12月27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联方联控机制外事组 发布关于中外人员往来暂行措施的通知 通知提到,2023年1月8日起,不再对入境人员实施全员核酸检测 对健康申报正常且海关口案常规检疫无异常者可放行进入社会面 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也在几天前表示 中央同意香港与内地逐步、有序、全面通关 12月27日,中心社记者前往深圳湾口岸探访 记者注意到,从香港屯门开往深圳湾口岸的直到巴士 已经在12月中旬恢复到每隔30分钟一班 巴士站台前,不少民众携带行李有序排队搭乘车辆 家在内地的港漂周先生对记者说 自己在港工作,因疫情原因已经三年没有回老家了 非常思念内地的亲人 得知近期关于疫情政策的调整,他非常激动 这次准备回家待上两三个月,和家人一起过个团圆年 我老家是在莱丁那边,我是也是在深圳那边的 三年都没回家,能回去的就在那边 起码大概两三个月左右吧 因为太久没有回去,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处理吧 都陪陪我的家人,我的那些表哥啊,那些我的哥哥也在那边 他都生了一个女儿还是怎样,我都没有去看过 蔡先生是广东人,在深圳工作 疫情前,他每周都会来香港探望在港工作的妻子 疫情下,由于工作繁忙和隔离措施 这对双成夫妻以前一周一次的相聚,变成了一年一次 蔡先生直言,通关在即,夫妻俩都很兴奋 这意味着像他们一样的双成夫妻往来两地之间更为方便 也意味着他和妻子有更多相聚时光 来就更方便一点 我有亲人在香港,通关了之后就更加方便了 待到过年后吧,还要回深圳工作 我的太太,疫情前呢,那就正常每周一次来往回 然后疫情中呢,就一年一次嘛 那这一次就可能就回大陆啊,几个月啊 来香港几个月这样 1月8号之后,听到这个消息 其实不只是我吧,大家都很开心 通关在即,各类陆路跨境巴士 小巴也逐步开始热身 香港第一市小巴商总会理事长周国强 在受访时表示 业界一已开始对口岸合机场的专线小巴进行维护检修 为通关后陆续投入使用做好准备 你也知道了,我们的士小巴主要在客人 其中访港女士也是占我们国内同胞最多的 希望如果能够通关后,港澳码头、口岸、 楼口岸、深圳湾口岸、机场都会帮我们的士业 我们就可以回复正常生意 我们现在总数约约全香港的士约有400辆车 400几500辆车是无人开的 而小巴我们的总数绿色小巴和红色小巴 我想都有600辆无人开的 如果落马州口岸开的话,我想落马州专线 当天,记者来到距离罗湖和洛马州口岸 最近的上水一带走访,虽罗湖和洛马州地铁站尚未开通 但记者在上水地铁站看到,站台上的往来乘客不在少数 前往机场和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的巴士站前 也有不少旅客在候车 居住在附近的市民向记者表示 期待通关后能常回内地看看 2019年到现在,三年多了,都没有回去 很想早一点通,看看我小弟的家园 10个月,好开家园 一通关的话,香港人很希望回去晚的 好像以往,他们都是到广东啊,两天游啊 交通啊,什么来往啊也好啊 那个生活比较好,就繁荣很多了,这个最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